我今天要做出类似像我刚刚秀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清除 清除我想比较简单 之前我们录制剧集里面也有录制到清除的 那只是说你要把范围修改一下 就可以有清除的功能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一些 那只是说我今天要向下 向下让它去跑这个回圈 那怎么让它可以自动跑 里面的话就牵涉到几个地方的问题 第一个的话我要必须怎么样产生一个 所谓的这个这个 之前我们录制下来叫聚集 那聚集里面的话会有个散合 如果说我今天我要自行撰写的话 第一个 如果说我希望在这个范围里面写程式的话 我先把这个先删除一下 接下来呢我要怎么样撰写我的第一个程式 请各位一样开发人员 应该还有印象 再来的话请各位切到Visual Basic里面 这个Visual Basic 然后切进来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你们里面上应该下方会有所谓的模组 有Module有没有 这地方Module 1、Module 2 那请你开启 我想直接在Module 1里面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里面呢 请各位建立 里面 这个是我已经写好的 你们可能应该是像这样 如果说你们在开启来之后 Visual Basic这个编辑器里面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会有一个project 它是把这个当成一个这个VBA的project 一个专案 那如果说呢 你预设里面没有这个模组的话 请你在这上方 这个专案上按右键 右键之后会有个插入 插入里面有个模组 如果里面没有像我刚刚有做完的那个模组的话 简单的程式 那个这个程式的话稍微 对各位来说 应该会有一点点挑战性 因为呢 如果你以前完全没有写过程式的同学 这个就会是一个 还蛮有趣的一个部分 先我特别注意 反正你就先照打 然后不要打错字就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